听中华国财经网站9月17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略有反弹 收市来说升了252点 日报24921点 成交方面增加了1938点 主要是因为股份是活马的关系 所以在竞价时段来说成交大来增加 上升的股份有970个 下跌也有810个 今天来说市暂时北水暂停了 没什么消息特别刺激了市 所以去到24500这个位置来说 都见到一个初步的支持 是不是后市能够收得住呢 这个还要观察 因为始终今个月美联储局的意识 行的市场会冲警 会有关缩的消息 是有机会有路线图或者说出来的 所以来说呢 暂时的市场都是看成为 技术性的反弹而已 那科技股方面来说 暂时是有些存闻的情况 腾讯升了2% 3690升3% 9988也有2%的进降 除此之外 其他板法来说 特别是 生物科技股来说 今天是做得特别好的 那就是百祭神州 今天是升了2% 那么多到278.6% 主要呢 是有一个药物来说 就是被这个 美国各方面 都是批准了 这样 所以此股价是大升的 另外呢 就其他的 生物科技股来说 例如龙头的269 药名生物都升了5% 9969 药性建华升7% 2359 药名康德升5% 太价医药3347 都升5% 那么看到 留意到呢 近代的市场是疲弱的 但是来说 有个别的 就是医药板块来说 比如CIO 这一类的股份来说 都有一些支持在这儿 所以来说 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 另外来说 今天的物馆股 都大幅反弹了 那么就看一看先 那么就 譬如是 封眼的恒大的恒大物业 刚升今天晒冷了12% 1516 融创也升了7% 6098 碑桂园服务也升了3% 雅生股也升了3% 因为早前这类的股份来说 都升得很厉害的 另外呢 资源股相对来说 普遍呢 就做得差一点了 因为就 由内地来说呢 释放一些战略的资源的储备 所以呢 都令到 加上煤价那方面呢 也是 内地的机构 来说也是 协商煤炭和电力公司 才能签这个是长期的合同 要监控了 在未来一段时间 所有煤炭的供应 所以呢 都反映出 中央对于 大宗商品价格的 持续涨势来说 都是持续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都就是 有些是 令到整个板块来说 有些有一个 来回头的情况出现 那 晨华今天跌了3% 171 显煤跌了6% 1898是中煤能源 都跌了5% 中铝跌了1% 358光铜跌了5% 2899 纸金都跌了4.5% 那因为 昨天来说 黄金下跌了 再加上近来的同价来说 都是偏远 所以来说 做金业和铜业的 例如资金业和铜业来说 这些都是率先受到影响 所以来说 炒这类商品股的话 一定要看着 商品的价格走势 去判断 好了 风电股也是强势的 916龙元电力升3% 大唐生年元升5% 中港新能源升4% 始终有中央对于 炭中和国策的支持 也有风电 太阳能推到 原级的情况 环境内 所以来说 近来都是继续 受国策上的支持 好 说回整体大事 暂时行指 是未可以确认 是否真的见底 因为刚才所说 一来美国的意识 二来北水暂停 但是我们留意到的情况 虽然行指有三底的情况 出现 但是 看回龙头 譬如是 腾讯 或者是 美团 股价来说 反而跌不下去 那是否因为 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预示了 大家 市场开始 对新经济股 恐慌的情绪 开始 缓磨了呢 这是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要监管的可能 都出得七七八八辣 虽然不排除 还有消息 但是市场都习惯了的话 变成了 对这些股价来说 再下插的空间来说 可能就没有在之前那麽恐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市场还是要跌下去的 这些股份 可能毫无疑问 都要跟随去回套 但是 当我试一回稳的话 这些股份 可能反弹的力度 也会比较大 所以来说 暂时 这些新经济股 都可以 开始慢慢 部署分处的吸纳 是的 今天的收市分析 暂时是这麽多了